上车是准备要送到当格朗尼拉沙利村 发放给当地平民的物资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流动摊贩生活健困 发放物资70份 包括大米、白糖、酱油、食用油等等 是印尼慈济学校幼儿园老师 在一周内向家长慕心慕爱的成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就是说让老师知道我们不只是教书育人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活动 然后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79岁的春美阿嬷和最小的孩子住在一起 孩子有工作但是收入微薄 领到物资阿嬷好开心 单亲妈妈布纳佑靠着卖饭团养育两个孩子 她说这些物资对她帮助很大 这次发放让老师感受到一个充实的年节 印尼慈济学校幼儿园表示 未来还会观察其他地区是否也同样需要 将继续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大爱新闻 加郎 英德利 印尼报道 花莲墙镇